今天呢,风水有关系的直播 就由我谢玉京老师 在这边为大家做今天的直播 今天晚上的这个节目呢,非常精彩 因为我们要去一个地方 这个地方呢,他发生的这个情况 有一些部分呢,很多官朋友可能会 应该是说比较难得一见 为什么呢?因为其实呢 他的原屋主 那是这个主人的妹妹 那后来呢,这个房子呢 这个原屋主因为某些因素呢 把这个房子呢,这样给他的这个姐姐去住以后 那有一些呢,在前屋主身上 可能看到的一些身体的一些状况啦 反应啦,疾病 居然就移转,转移到这个姐姐的身上发生了 而这个妹妹呢,自从离开这个房子以后呢 奇怪的是,她原本身体的状况 居然就不要而遇 所以呢,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呢 其实呢,是一个这样一个蛮特别的一个例子 因为其实呢,在我们可能目前 以前有遇到过一个例子是 当然这个不是,那她这样讲 以前我看碰过的一个真实案例是这样 一个主人,我们去到她家在露营的时候呢 我看,诶,我说你这个房子刚好缺了一个正东方 那所以呢,这个东方,除了这个长子位以外呢 也代表年迈的父亲 所以在风雨上面来说的话呢 有西无东,家无老父 后来当时呢,我们当然也就是问了这个 现场这个主人说,诶,那你这边住多久 她就说,大概住差不多 大概两三年吧 因为我两三年都没有错 那我就说,那你这边住的这段时间里头 有没有遇到什么状况 她就说,哦,有啊 就是父亲发生一些状况 后来就在房子里头就过世了 过世的当然,基本上来说 我们想说,诶,那你这边住五年多 这一看房子最少也是十几十年的房子 那当然,基本上来说的话呢 这个对风雨上面来说 表示说,前面的屋主 如果她把房子 她这个是结构,是结构问题 所以如果她没有改 那里面也没有做任何不救的话 可能在前任的屋主身上 跟现任的屋主身上 都会遇到同样的问题 所以我就说,那前任屋主 你知道当初这个 比如说你跟他在聊的时候 房子卖给你们的时候 她的父亲状况怎么样 她说,哦,当初原本的屋主呢 是这边住了大概有十几年 后来呢,因为父亲在这里过世以后 大概一年多 妈妈觉得有点这个触景深情 那没有办法 就因为心理上的这个创伤太大了 所以呢,她就把这个房子 诶,就卖给了现在的这个主人 卖给她以后呢 结果没有想到居然 这个主人她搬进来大概 一年多,两年多 差不多两年左右 那父亲就过世 所以,当时我们的这个主持人 然后制作人 她都吓一跳 因为为什么 因为这个可能是我们 应该他们之前去问 这个过程中完全不知道的事情 他们就很惊讶 为什么 诶,老师你看这个房子 知道她前任的主人发生什么事 我说,观众朋友 其实呢 有时候是这样子 如果你的风水结构 你不去做调整的话 也不做去修正 然后补足 那其实有时候是 原本这个房子的结构的问题 有可能会转给下一位 如果你还不调整 其实还有可能再转到下一位的身上 那当然这个部分呢 我还是跟大家一起来分享 等一下 那个基本上 好 待会呢 我们会再跟大家分享 不过 现在因为有一位这个观众朋友 好 要先跟他打招呼 那个 所有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晚安 因为刚刚一开始 我不知道 有多少人进来 那当然 大家晚安 欢迎大家 这个 也感谢大家 就是收看我们 风水有关系的节目 因为大家的这个支持 才让我们的节目 那么越做越好 那也感谢大家 就是你们的这个 可能很多的这个 对我们的节目上面 一些这个想法 那让我们节目 能够越做越好 没有错 因为我们现在有一些 这个新的一些元素 可能这些节目上面 都会有一些呈现 好 那 呃 观众朋友 大家晚安 哦 因为最近呢 因为前段时间 这个天气比较冷 应该说不能说冷 因为早晚风雨太大 所以呢 可能 很多朋友们 这个 遇到一些这个 所谓的健康上的问题 好 现在呢 呃 好 我们线上的朋友 目前有120个朋友 直接在观赏 那没有 因为 我呢 比较少像一般的 这个专业职业的那种直播组 比如说手上拿一台 或者这边放一台 配到后 那边用开的时候 就可以看到 那所以我这边呢 就要靠我们的这个 小编呢 帮我就是 呃 跟大家分享 就分享一下 呃 那个大家看到的资讯 要不然的话 其实我大概是看不到 萤幕前 大概目前的状态 呃 有一位观众朋友提到 就是说 厕所的地板比房间高 要怎么化解 其实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 比较大的问题 因为一般 现在目前来说 有一些 观众朋友呢 那 他会遇到一个问题 就是厕所 原本他马桶的方向 如果我只是单纯 从原来位置 转一个方向的话 他大概都不会 电高 会电高的这个 观众朋友你们家呢 那个厕所马桶 大概那个范围 一定是 打掉 换位置 不是 不是现场转位置 这个不是转换位置 是换了位置 移到旁边去以后 那这个时候 份管必须要加通 加这个份管过来 拉过来 再从原本的管线下去 所以这个时候呢 凡是加 增加的范围以后 他就会把这边用水管 我刚才提到 水管大概这么粗的话 他整个会填平 拉过来 到原本的这个份管 流下去 所以整个地板 就会电高 就会电高 那其实呢 如果你是 我必须这样讲 以前的人 其实比较不喜欢买 二三楼的房子 那现在 大家其实 因为现在比较 进步了啦 所以大家就比较 没有这个问题 那为什么以前的人 不太喜欢买 二三楼的房子呢 原因是因为 通常他份管 如果不通的话 如果比如说大楼 总共有 随便五六七八都好 那这样子的时候呢 大家共用的这个 花分池 如果满了 或者夏天的时候 有早气的时候 那你也知道 有某一种效应 红细效应 就是热气 然后早气 那个之后 还有可能 会 顺着这个混管 又冲上来 冲上来的时候 其实以前的房子 为什么不喜欢二三楼 是因为第一个倒霉 大概都是二楼 所以 因为常常 尤其你的管线 如果又不通的时候 会有一些状况 所以呢 早期才有这种情形 我现在很少听到 因为我记得 我以前常听到 他们那个份管 什么溢出来 满到外面来 然后就是很糟糕 那如果你又比 房子其他的地板 又高很多的话 他就会遇到问题 也就是说 溢出来这个水 跑哪里去 但是最后的结果就是 溢到外面来 溢到外面来的时候 就麻烦了 所以通常以前呢 我们在厕所的马桶上方 都会加一个 厕所的门 门的上方 会加一个门槛 那马桶上方 会用土壮的黄金盒 加铜色灯去灶塌 第一个就是破解这个 这个所谓的马桶 这个位置 方位不好的一个问题 第二个部分呢 它其实是有五行箱 第二个部分是加上门槛以后 大概里面的容量可以增加 那这样子的话呢 才比较不容易到房子里头来 我那天看了某一位管桶朋友 他记得一个照片来 我还蛮惊讶的 因为他那个 我们一般大概管子这么高 你垫这么高已经很了不起 他大概垫的这么高 所以不止 可能还要再高一点点 不过太高了 因为他那个情况后来就是 我记得是水吧 反正就脏的 然后就淹到整个房子里头来 他的那个马桶位置又是在 比如说我举例来说 他是一楼二楼的中间 他是半楼的位置 这边做一个厕所 所以他留下来 就顺着楼梯 顺着楼梯由高处往下流 流到整个一楼都是 所以基本上来说的话 这一类的状况 确实会有 除了这个问题以外 我们有时候会 建议观众朋友放 土重的黄金盒加头色灯 理由是什么 土重的黄金盒加头色灯 土重的黄金盒加头色灯 土星里头是这样 土能克水 水能生木 木就是指上面的植物 所以他原本相生相克的一个原理 那么加上 投射灯他比较热 所以他不能够换 那个卤素 不能够换 那一种叫LED灯泡 因为卤素灯泡基本上来说 他效果比较好 那可以让空气的这个湿度 好 那么湿气得到改善 那在这种情况下来说的话 就比较不太需要太担心 那另外有一位观众朋友 树娟 树娟说 神桌虎边可以放一张藤椅吗 为什么要放藤椅 要给谁做 观众朋友是这样 通常我是这样 给你建议 神桌的左右 最好尽量是净空 净空状态是第一号 那真的没有办法说 麻烦你尽量放在龙边 不要放在虎边 以前就是虎边就是怕草 怕太窄 怕太逼 以前叫逼虎商人 所以一般虎边都太窄太逼 太草 都会容易有一些状况 家人就要预防一些所谓的水光之灾 那这种情况下来说的话 那可能会比较会遇到一些问题 会遇到一些问题 所以呢通常有时候 早期的时候 我记得还有一些观众朋友 他还会买那一种 类似那个公庙里头 点蜡烛 点香的那一种 葫芦型的 有没有瓦斯 那一种 然后就可以点那个 我们的那个香 那很多人他是把它放在 神桌 比如这个是神桌 他把它放在神桌的虎边 其实是不行的 那个摆放只能放神桌的龙边 因为通常瓦斯炉火 开火会热的 一定要放在龙边 不能够放在虎边 放在虎边的话 家里头会有这个 所谓的雪光 那观众朋友要记得 所谓的龙虎边 是指以神桌 神桌本身 由神桌的位置往外看 你的左手才叫龙 右手才叫虎 不是你面对着它 这一点一定要记住 是由神桌往外看 由神桌往外看 有一位观众朋友提到说 燕子在大门口的 左上方 竹巢 是好还是坏 其实在古代来说 中国古代来说 凡是有这个燕子来竹巢 大概都是属于吉祥 但它有分别 分作比较吉祥的 像比如说 燕子 喜鹊 这一类的话 它都比较属于吉祥的一个象征 如果你是那个什么 以前比较蜂巢 蚂蚁 甚至有蛇来接 就是OK 其实蛇是成分 如果发现你的时候 以前都会觉得 比较没有那么理想 比较没有那么理想 不过以前倒是这样讲 蛇如果进屋的话 他们一般 通常也是 不把他打死 就是把他赶出去 这样子 除非你真的就是住在靠近三边 要不然的话 其实 几率应该是不高 其实我那天 因为那天也有个观众朋友 也是 讲了一个很奇怪 就是说他 比如说他房子可能住在 四楼 可能四楼左右 那问题是 为什么他架里头跑蛇进来 哇 那个蛇会飞上来吗 不可能 他一定是爬爬爬上来 那房子 因为外面很热 房子里头比较阴凉 所以他就往他的屋子里头爬 我想 这一点其实 是有可能的 那很多观众朋友 其实 等一下我们再 再 再 好 有一个观众朋友呢 提出主卧房的房间 隔出 四分之一大的更衣室 算不算房中房 OK 基本上如果你的 观众朋友 就是这样 你的房间 比如说 这个是你家的房间 这么大 好 如果你隔平均的四分之一 作为你的 这个所谓的更衣室 是OK的 好 那你不要 尽量不要超过 比如说比例的 这个 三分之一 如果你是 一二三 叫一间二三 房间里头 平均超过一定的比例以上 其实四分之一以上 我觉得有点大 有点大 嗯 我曾经遇过 就是有一个观众朋友 他家里头是 隔 超过一半 超过一半 是因为 因为他包含 呃 更衣室进去 还要进浴室 好 结果呢 他其实更衣室 加浴室 他的比例上 是比他的房间 睡觉的那个 还要大 那其实这个就有点 主客不分 主客不分 因为主卧房 应该是 你主卧的 休息的位置为主 所以他比例上面 应该要比较大一点 可是呢 你把更衣室 跟厕所 他含的比例 太高了 那在这种情况下 来说的话呢 主客不分 他又变成 所谓的房中房 设计的时候 那这个时候 有时候 我们常常讲 就是说 有没有可能 会有外面的人 影响力好像比 家里的人还大 这个情况 就会有 所以观众朋友 如果你曾经 看过一部电视剧 犀利人妻的话 类似那样的一个剧情 就比较有机会 在可能设计的房子里头 产生 因为我曾经遇过一个 最离谱的房子 最离谱的房子 它里面是设计成 我常讲 它可以叫做葡萄屋 也可以当作就是 蛙牛房 为什么呢 因为它设计很特别 我进一个房间 客厅 那我要进去里面 房间的时候 要经过旁边 OK 我画给大家看 这个房子 还蛮奇怪的 它的设计 这个设计呢 我这个只是举例 画给大家看 是主人的儿子设计的 我觉得它设计还蛮有趣的 蛮有趣 为什么有趣 因为我刚才从来没有看过有一个人 从客厅进到你 他在客厅以后 有我坐在这边看电视 然后可能进来以后 我要进房间 我是要从客厅走进去第一间 这样讲也很正常啊 那我要到你的房间去的时候怎么办 我要再从这个房间的走进去里面 你的房间 然后我可能要进厨房的时候呢 比如说我举例来说 OK我要进到里头 这边厨房 然后比如说 OK它这里头 可能有个厕所是公用的 厕所可能有隔两间 那你要从厨房进去 可能是两间厕所 最后这一间那是主卧室 最后那一间是主卧室 那我只能讲 它的房间是一间 进一间 再进一间 不断的走走走走 也就是走到最后一间 它想要出来 没有地方出来 它一定要经过所有人的房间 所以你想想看啊 这个主人如果他要 主卧室 他回来睡觉的时候 他经过 比如说你的房间 比如爸爸的房间 妈妈的房间 你的房间 厨房厕所 然后再到他的房间去 那每一个人睡觉的时候 有没有隐私权呢 因为你如果 我要隐私的话 好你睡这里 我睡这里 我把门锁起来 大家都不要进去了 好 这个设计是我在见过 我觉得比较夸张的一个设计 所以基本上有时候 大家在选择这个房子 有时候隔间的时候 其实必须要考虑一些原则 像我们今天去的这间 露营这个房子 它很特别的地方是 它有一些元素是比较麻烦的 比如说它下午 就会开始漏水 漏水漏到每一间房间 都非常非常的严重 但是呢 重点是在 它真正要用水的厨房 瓦斯炉的旁边厨房 结果呢 这个厨房水管 没有 瓦斯炉 水龙头拆掉了 然后另外再接 所谓的水龙头 然后水进来 所以这个部分呢 大家可以稍微看一下 因为今天的案例呢 有一点点夸张 然后有一点点特别 是很多的观众朋友 有可能你比较少机会 真实去碰到的一种 房子里的一个设计 就像我刚才讲的这种房子设计 我也是大概一生中 目前 目前啦 只有看到这一件 是这个样子 我也不知道这个主人 他当初想的想法是什么 不过呢 这个主人呢 他很特别就是 如果没有那个的话呢 应该他的 因为我常想这个 为什么叫葡萄屋 就是葡萄它是一串的 所以你要说房中房 不管是它是房中 房中 房中 所以基本上呢 听说 这个主人的女朋友也非常的多 而且重点是妈妈都知道 妈妈都知道 当然你要说他如果没有结婚的话 知道就也无所谓了 反正没有女朋友 没有结婚的话 可是问题就是 这个主人 他结婚了 所以呢 有时候呢 我必须跟大家分享 就是说 有一些风水上的一些格局 或者是在这个设计上 不能够只是参照我们自己 觉得很特别 那么 不参照实际的需求 跟使用的方式 来做规划 其实我们中国有很多很多的 所谓的风水设计 比如说 还有这个米式的风格 什么式的风格 各种不同一个形态的一个风格 但是居家环境最重要的 要有隐秘性隐私性 所以 比如我房间不能够用透明的 或者透光的玻璃 那么 来做这个所谓的卧室的一个隔间 好 我就 我们就真实遇过 在露米的状态下 好几个 应该是好几个案例吧 他的房间 都是用透光的玻璃去隔间的 那你要想 房间里头 其实那个 我遇过一个最夸张的是 门一打开 旁边就是有一个这个所谓的 他设计的 他设计的就是所谓的 孝心房 可是孝心房 它是全 全部都是用 透明的 那种 透光的那种 磨砂玻璃 好 所以呢 其实我真的没骗你 下一次我可以把那个照片放出来 给大家看 那个 因为我当初我看的时候 我刚才想说 这个可能不能够这样的 为什么 因为 其实你站在他的门一打开 他的床 你看到一清二楚 我们真的一个人在那里头 你看到一清二楚 不管他在做任何动作 你都可以清清楚楚的看到 除了他的细节 你看不清楚以外 因为他不是透明 他是透光的 所以观众朋友呢 有时候呢 风雨上有一些细节 大家可以看看 我们的这个节目 不管是风水有关系里头 他一些大家常见的一些风水上的问题 还是像这种比较少有的一些 稀有的一些风水煞气 我希望的是 能够把正确的一些风水观念 那么传递到每个观众朋友的心目中 那大家呢 这个所谓的 这个所谓的 知识的种子能够成长 能够这个茁壮 为什么呢 因为以前我记得 我们最早最早的时候 在做正业的节目的时候呢 在那个之前 常常都听到很多的人 可能被人家骗啊 被人家那个啊 花了很多的冤枉钱 我想我们的节目呢 教导观众朋友很多的人 他去做一些调整改变 我每次去录影的时候呢 也往往听到我们的观众朋友 告诉我们 自从他自己做了聚宝盆 自己做了某某某 做某些东西之后 他开始有所改变 今天这个案例呢 也要告诉大家 要做一定要做对 要做一定要做对 因为我们去了以后 发现他们家也做了很多 可是呢 做的时候呢 如果你没有听清楚 然后随便放的话 也有可能 可能会做得适得其反 所以我们今天呢 就跟大家先分享到这边 希望观众朋友 待会十点 十点 记得准时收看我们的 风水有关系 那在这边祝福所有好朋友 都能够心想事成 越来越好哦 那么祝福大家 记得十点钟准时收看我们的 风水有关系 拜拜 拜拜